如何在阿里云添加物联网设备,新手必须要学会 第一步,登陆阿里云物联网平台 点开公共实例 在设备管理中,选择产品 创建产品 输入产品名称 自定义 直接连接 以太网 透传 点击确认 第二步添加设备 选择产品 点击确认 点击完成 打开这个设备 查看MQTT连接参数 复制一下 打开M信配置工具 把模块接入和电脑同一个局域网 扫描设备 刷新列表 IP地址可以在这里修改 设为当前设备 这里的云参数怎么设置 请看下图 把MQTT参数填入到云参数中 在Topic列表中 找到广播 不知道配置工具的订阅和发布主题这边 修改一下不要重名 写入到设备中 断电重启设备 下一个视频我们讲解另外两个参数的设置 撤着